大家好,我是郭艾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点评一下方大坛数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10天跌10个点 还能不能守得住 手中有的应该怎么去应对 手中没有的 那么后面还存不存在一些机会点 那么我们来看 从12月6号到12月17号 整整10个交易日 两周的时间 跌了多少呢?跌了10.87% 就是10天跌10个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来看今天表达 今天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属于 前面四字星 今天呢是一个给出这样的一个小阴 而且呢是属于光头光脚的这个阴线 只不过今天最低次的多少呢 是11块4的位置 那么和前面底分型的底和前低 11块3毛8的位置还差两分钱 那么这两分钱能不能守得住呢? 手中有的应该怎么办呢? 手中没有的 那么这支个股什么情况下 可能是新的机会点呢? 好,咱们前面的 从应对的视角来请分析和表达 首先呢,这些股大的结构咱们就不说了 日线的中枢向上离开段三买 当前的观察是三类买点之后的话呢 当前不管是三买转二买 还是三买转一买 向上的话呢,对应的是找卖点的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 重点看这个回落 这个回落的话呢 首先 咱们从 还是从分钟结构来去观察 分钟结构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就是当前它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剧情是属于 从九块二毛二点位以来 它的反弹 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比五分钟级别要高 比三分钟级别越低的 这样的中枢数件呢 因为到现在的前提还没有破嘛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九块二毛二以来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一个 新的向上的精段 那么对应的话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当前的这个中枢的级别呢 要比五分钟级别要高 好 那么接下来 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前低的位置 咱们前面讲的几个视角 第一 前低的位置不破 是可以作为一个 如果说前面在强底分之际 在十二元的位置 或者说 从高之后回落 有低息的 那么呢 前面的底分的底折不破 都可以作为吃五的理由 那么至于说是差一分钱 还是差一毛钱 还是差一块钱 这是次要的 从结构的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不破 是可以作为吃五的理由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破的话呢 它是完全可以走一个 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演 第二种的话呢 破分两种 如果说 破了一下前面高 前面低点 立马收上来 而且它内部有结构 有被辞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这种推演 这种中枢逐渐 在向上走离开段 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就是呢 如果说 第一次破了一下前面低点 但是呢 它不是急速下跌 而是呢 内部有结构 有被辞 破了一下 立马收上来 那么一定要等一个 向下反出的动作 强 多观察 观察 弱 那么反出如果比较弱 找卖点 这是这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 咱们前面讲的视角 就属于如果说 出现急速的调整 把前面低点给跌破 内部的话呢 也没有被辞 怎么办呢 先纠错 先离场 等它下一个机会点 再去跟 那么下一个机会点 怎么去判断呢 咱们用更小的级别 例如说日线呢 最起码等待一个 强底分 就是数数没有的 那么如果说 用更小级别来去观察 从13块1毛3的位置 当前它就属于 一分钟的中枢 不断的扩张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一分钟中枢 这是第二个一分钟中枢 然后呢 这是第三个一分钟中枢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接下来什么呢 这个位置不破 前面的低点 它完全可以走一个 反向的运动呢 这是一个推演视角 虽然说还差两分钱 这两分钱收不收得住 一个惯性小小的低开 或者是一个加碳 很容易把跌跌破 那么我们研究的 不是说破不破 要研究它具体 以什么的方式运行 以什么的方式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 这是对应的 那么如果说手中有的 这个位置 它只要不出现 什么情况呢 快速的一个下跌 和前面背值关系打破了 打破这几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低一破 那么对应的先纠错 先立场 那么立场过错 那么耐心等待日线的强底分 然后呢 再把握新的一个观察点 现在就一点 但是如果说向下呢 微微瞎叹一点 破了前面低点 但是它的背值关系呢 一旦存在 是缓跌的方式 或者是增弹的方式 等它一定要等它一个向上反投的动作 再去找卖点 这是第二种情况 好 那么手中没有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等待一个强底分 那么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的视角来去对应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用一分钟视角来讲 那么日线的强底分 必然在一分钟上面来讲 可以期待一个一分钟的枯面 它一旦给出一分钟的23点买点的充合 就是一个新的进场点 或者新的一个参考的机会点 把这位置做一个一分钟中枢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给一个 这位置不管是下探也好 如果说反周一下力度比较弱 连前面这个中枢的下沿都进入不了 那么就不能着急去进场 不能着急去低吸 如果说呢 一个反周的力度比较强 把前面这个一分钟中枢上沿都给突破了 然后的话呢 回踩不破 这就属于一分钟的23点买点的综合吗 一分钟23点买点的综合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给一个一分钟枢 然后再走向上离开断 最起码呢 这是一个进场的一个参考点 好 这是对于方大坛说的一个跟踪视角 现在按照一定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原则去 观察去跟踪 去应对即可 交易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视角 就交易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呢 持股是寂寞的 不管是涨是跌 但是呢 他只要没有珠缝纠错的条件 无需纠错没有出现卖出的条件 无需卖出 但是出现纠错了 一定要当机立断 出现卖出 就列出这个位置 如果他要反弹了 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背次关系 他现在如果说后面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他和他 有这样的明显的背次关系 那么对应了找卖点 而不能再去追 那么回落了这个位置前提没有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节点 已经走出12345 这样的一个内部有一分钟的趋势下 然后五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线段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调整的话呢 内部是有背次的 就是目前为止 他还是 就他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条件 还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说呢 在这个节点只是考验人的耐心而已 好 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一个跟踪思路和应对的一个思路 好 始终有的应是123 始终没有的 那么出现什么信号 可以作为新的机会点来去跟 好 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一个跟踪 那么至于说他背后的基本面咱们就不提了 本身呢也是有业绩之声的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少 再见